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穿成这样呢 因为我们身为美国公民 有人对我们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 这个威胁是谁呢 就是现在在中东发生战争的恐怖分子哈马斯组织 前哈马斯的发言人发布了一个影片 那么他发布这个影片的目的 他在影片里面说 他号召的周五 就是今天啊 就是我们首播节目的今天 你现在看到的今天 10月13号发动全球圣战 那么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呼吁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和埃及 要共同起来袭击以色列 而且他更发布了什么呢 就是你说中东打仗就打仗 对不对 跟我们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他在里面更发布了 美国境内的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 要一起发动攻击 那这个很显然的就是说 你在美国境内发动攻击 你一定是打不到以色列的犹太人 对 对 对 好吧 哎呀 我说 我说 是 你 我说 那 我说 我说 真的 最近有很多的阴谋论 都是从共产党出来的 如果你要是再看 中国的视频 说哈马斯 怎么怎么样 哈马斯多好多好 然后你把那个哈马斯 说成一个 好像是正当的国家政权 其实它根本就是 一个恐怖组织 就是你把他 这个恐怖分子的身份去除 这样的视频 出来的都是 共产党出来的东西 大家不要相信 那你通过哈马斯 发了这样一个视频 发出的声明 你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的 看出来两件事 第一件事 哈马斯他就是恐怖分子 第二件事 哈马斯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土地 而是他要灭绝犹太人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看起来 我们是好像很紧张 但是我们其实 没有很紧张 Look at me I'm not paranoid OK 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在国际情势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哈马斯 他就是希望世界打乱 他希望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恐怖袭击 而且他呼吁人 出来去为了一个圣诞而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状态 但是我们看到的非常非常多的美国人 还有在美国的中国人 他们是非常支持这一切的 而且是挺他马斯的 觉得说他们只是想要回家而已 他们是很可怜的人 我必须说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 唯一支持巴勒斯坦的 还有人道主义 各方面援助的 只有以色列跟美国 其他国家 日式的国家 埃及没有 叙利亚没有 伊朗没有 你能想象出来的这些 中东国家 他们都没有在资助 人道支持巴勒斯坦 有大量的美国的钞票 进入了巴勒斯坦 全部都被哈马斯的政权 拿去买武器 拿去做什么军购 买枪 各方面的东西 因为他们知道 巴勒斯坦的地方 水可以从以色列国去 食物可以从美国这个地方来 这么多年来 无数的经济援助 他们没有花任何一毛钱 在建设他们自己的这块地上面 他们全部都拿来买武器 然后就是要杀死犹太人 所以说请各位不要 不要再被这个样子的阴谋论骗 我真的是呼吁各位 看新闻的时候 不要在什么 2017年的时候 这个什么 那个联合国的什么东西 过去看的时候 不要再相信那样的新闻 我们要看的是真正的新闻 好 那现在呢 既然哈马斯 他不光说发动中东的这些周边国家 对以色列人 对犹太人要赶尽杀绝 而且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威胁到了美国境内 他们是非常仇恨美国的了 因为觉得说 美国你不就是在那里帮以色列吗 而且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讲 他们这一次的目标会是谁 就是他为什么要威胁到美国境内 就是大家可以看屏幕上这张图 上面说了 说我们在哪里哪里 可是有据点的呀 我一看说妈呀 洛杉矶还有哈马斯的据点呢 然后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组织 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ARM 就是这些人 他们是有武器的 所以他们是可以发动各种攻击的 那你说你要是在美国发动攻击 你很难认出来谁是犹太人 谁是啥啥啥了 你基本上你拿个枪 哐哐哐就这一扫 他管你是谁呀 他管你是华人 他看到你是华人 他就会停枪吗 不会只要这帮人 他们什么一发动圣战 脑子里这根弦 就一开起一发动圣战 他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他不管你是谁的 他就会用他们ARM这样的装备 还有什么哈马斯的 在美国的这种海外组织 他就会去杀人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们不仅仅是对 以色列的犹太人发生了威胁 他们现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境内 你说实话 他威胁我干什么 我感到很无辜 我感到非常的无辜 就我跟你哈马斯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威胁我干什么 你现在发了一张图 你告诉我说 你住在洛杉矶 你可要小心了 我们哈马斯在你们洛杉矶 有总部 你威胁我 所以现在在他发了这个声明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纽约已经有一群人 支持哈马斯的示威者 他们封锁了纽约的高速公路 谁也不许走 这高速公路 上面就是汽车就在那一直划圈 然后那个轮胎摸那个地 然后产生出来一堆的这个烟雾 就说高速公路要封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开始圣诞了 那么在纽约呢 有犹太人的学校 周五也关门了 为什么 你发生了这种声明 犹太人的学校基本上就是成为第一个target 这帮人很有可能拿着枪就进去学习犹太学校 我管你是谁 犹太学校里面一定就犹太人了 反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杀死犹太人 所以他管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以色列 你只要是犹太学校 我直接拿进去 抢我就全给你打死 我管你小孩是两岁一岁三岁 我就全给你们打死 就完事了 我就可以完成我们圣战 我们又可以把圣战往前推了一步 那还有呢 在洛杉矶 今天是礼拜五 明天礼拜六 洛杉矶市中心在温士尔 在那里就会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 所以如果你要是 我不管你是基督徒 还是你认为自己是右派或者是保守派 你如果看现在所有的新闻 你就不要再被骗 因为支持巴勒斯坦的全部都是基督 然后支持以色列的都是右派 那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有点搞不清楚 请你不要再看中国的新闻 请你去看美国的新闻 如果你的英文可以的话 现在有很多自动反应 请你去看 如果你非常讨厌极左的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在这个世界上 跟他们站在一起 如果你非常讨厌共产党 为什么你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会跟共产党站在同样一个立场 我相信这不是你的本意 是因为你接受了假的 而且是错误的讯息 所以鼓励大家去看真正的讯息 那看完这个哈马斯的警告之后 这种中东的恐怖袭击 包括是穆斯林的这样一个信仰 就是极端的 那当然穆斯林也有一些 但是比较极端这种 给大家整个全球都带来恐慌了 你一提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 大家都知道 他们那边就专门出恐怖分子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了 哈马斯对美国的警告之后 大家第一个会联想到的世界是什么 911公斤 你那时候多大 很小 我那时候高中 你都高中了 对 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小孩 是吗 反正它就是要让大家 属于一个恐怖的一个状态 它就是要让大家什么都不敢做 它就是要让大家 跟我现在一样 穿着这些乱七八糟的 应该也不是吧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人 他们是会怕你这种人的 如果你这是全副武装 你家里有枪 你还蛮 咋的 你威你威 对 必须说啦 我虽然有那么多的枪 然后呢 我全副武装这个样子 还给我穿成这样 对 但是你叫我真的去杀什么东西的话 真的是很难下手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我要怎么杀兔子还有什么的 杀鸡都不敢还杀人的 不可能 对对 然后我只是在网路上面看了一个 就是怎么样已经把死掉的兔子弄开 然后把它变成 脱皮吗 对对对 兔肉 这个 我看了 你都觉得兔兔好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是不是 所以对人做任何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本意 但是这不代表说你不要准备好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家庭 而且我们要说的就是哈马斯这群恐怖分子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是可以把小孩自己的人民别人的人民以色列的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杀掉砍头然后放在医院的门口这个样子 网路上都有影片我非常推荐各位不要去看 然后 因为你看了对你没有帮助 不让你很难过而已 看了之后我在那边哭我在那边掉眼泪 因为我没办法想象有人会去杀小孩 然后他们把自己的小孩还有自己的 父女挡在他们的这个学校 他们把军事指挥总部埋在医院底下 医院的那个地下室 然后把恐怖分子的这些人放在学校里面 你想想看美国这边有禁枪区 但是他们把恐怖分子放在学校里面 然后他们把这些上个礼拜发射这些飞弹 全部都放在平民的大楼的公寓上面 所以他们是用他们人民来做一个防护墙 他们没有Iron Dome 很多人就说什么 以色列有Iron Dome 但是他们没有Iron Dome 他们的Iron Dome就是他们的 自己的人民就是小孩就是女人 他们就是要用你的同情心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们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杀别人的小孩 杀别人的人的时候 完全没有一点同情心跟同理心 他们杀自己的人的时候 用自己的公民来去做说的好听 说什么我们是为了这群人来奋斗 我们只是要回家 但是他们就是宁愿把这些人放在 真的就是挡在自己的武器前面 做肉论 所以说不要被他们骗 会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战争里面会有普通百姓的伤亡 但是造成的是他们 而且是他们冲进去杀死以色列的百姓的 然后哈马斯的政权是 根据他们是民主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是这些女人还有这些小孩 是被骗的待在那栋楼里面 说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的话 以色列的飞弹都不会来 以色列已经公布已经广播说 你们赶快撤离的情况下 哈马斯要他们留在那个地方 Is there collateral damage? Yes Is it sad? Yes 但是是他们造成的 而且我们不可以同情恐怖分子 其实你说到恐怖分子 它到底能有多恐怖 我觉得这个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是我看到朋友有人讲说 其实回民是很好的了 怎么怎么样 说他们那个教导说不可以杀死父女 不可以杀死小孩 我是不太搞得清楚说 穆斯林里面他到底有多少个分支 有多少个支派 你说穆斯林里面有没有好人? 有好人啊 有的人也说说他们给穆斯林穿飞 这些人是很好的人 他们是很热心的人 的确有好人 但你说他有没有极端恐怖的人? 他有极端恐怖的人 我自己的同学 我上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他是土耳其的同学 那当然呢 因为那个人他不是 那个学习不是特别好 所以念了半年 然后结果就被遣返了 学校给开除了 他就回到了土耳其 那他回去之后呢 他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他给我发信息 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回美国 我说为什么 怎么了 他说 有一个小孩 被他自己的爸爸 身上放上自杀炸弹 美其明月为了圣战 这个小孩大概也就是几岁 大概不到十岁 反正是比较小的年纪 他就跟这个小孩说 你愿不愿意 为了我们的这个神 怎么怎么样啊 你愿不愿意 献出你的神明 小孩就说我愿意啊 他说那你愿不愿意 为了圣战怎么样 说我愿意啊 他爸爸就给这个小孩 身上就放上这个炸弹 然后让这个小孩 去到商场里面 在人多的地方 他爸爸就按下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小孩就整个爆炸 就爆掉了 那你说当时他身边 有没有炸死其他人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不会同行任何的小孩 因为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小孩 做出这种事情来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跟我讲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 或者是在这样一个 读教的群体里面 他恐怖 他能恐怖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听过的 真实发生的 大概是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你给你自己的小孩 你让你自己的小孩 去当人肉炸弹 去让他在珠目灰灰之下 把自己给炸死 美其名为了圣诞 如果说这个是神的话 如果说他们的阿拉是真神的话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我想要想祝福神 我不认为任何的人 有任何的神 会叫你牺牲你自己的孩子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什么 你跟亚伯拉 他那个时候 有跟以撒怎样怎样 但是神最后是阻止了 这个样子的屠杀 阻止了一个这样子 你要爱你的小孩 你要爱你的孩子 他们是神给的祝福 这是基督教的神告诉我们的 但是阿拉 他们的神却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这个样子做 而且还觉得 这个样子做是重要的 他们拜的不是巴黎的话 我还真的不知道 他们拜的是什么 那现在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 同时间的发生 我们可能会说 是因为拜登很弱 然后美国会怎样 然后刚好看到 这样子的国际情势 就会有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但是其实不是的 这个是有长年以来的计划的 在2016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strategist 他是习近平的国师 常常上中国的各大节目 他的名字叫金灿荣 他在上面说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邪招 比如说让世界的乱局进一步发展 美国有一个毛病 它真的多元 在西方国家中 民主程度最高 当然多元有一个好处 老百姓有自由度和发言权 但是也有坏处 建立共识非常困难 对美国来说 外部最好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敌人 围绕这个敌人 进行政治动员 如果有两个敌人 美国就傻眼了 二战以前 美国面对德国和苏联 两个敌人 内部就很吵 一派说他是敌人 一派说他是敌人 还没打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如果美国外面有三个敌人 我估计就开始晕 有四个就彻底找不着北 中国战略的任务就是确保有四个敌人 恐怖分子肯定是一个 俄罗斯很像 但是还不够 你听这个你就知道 这一切不是偶然发生的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有一个战争 以色列跟哈马斯有一个战争 中东那地方可能会开始打仗 还有其他地方会打仗 接下来一定会这样 因为根据这位中国的国师说出来的 他们至少要有四个地方在去发生这个样的战争 让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既然哈马斯都威胁到我们家门口了 对于我们这一群无辜的美国人民 突然被哈马斯吓了战术 说你小心 我们在你那有分布 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既然他把美国的这样一个地图都列出来了 说我们在各个大城市都有分布的组织 有没有可能会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对我来讲 基本上今天在美国境内 不会有那种大事发生 你要发生像什么911那种真的大型的恐怖事件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 因为那个是要经过精密的planning 计划计划才可以做到的 这些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 然后一个领导告诉他 你要去做 你去做 你去做 然后带着他去完成一些东西的话 应该没有这个胆量不去做 但是这不表示说之后不会有事情发生 现在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很可能就在plan 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 都有可能有大事发生 我觉得未来非常有可能有大型的东西 大型恐怖事件发生 但是现在就是今天的话应该还不会 对 但是你很难排除 就是有一些会有被洗脑的神经病 比如说他有一些个人行为 你说在短时间之内 有一个非常有组织 非常有纪律的 发动一个这种什么东西的 这个概率大概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很难排除说 有没有的人 他就是超级极端那种 他就说 现在就是圣战的时刻开始了 号角已经吹响了 君王要回来等等等等 他拿着那个 或者开车就碰碰碰碰就去撞人 你这个东西很难讲 就是会不会有人脑袋里的 什么东西就被吹个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对圣战的这种执着 还有这种相信的 笃定的肯定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深的 他们可以因为这样一个圣战 或者是那种古兰经理的教导 就去杀犹太人的 就很多人把这个杀犹太人 成为什么毕生的一个心愿 还有梦想 就是说为了他们要完成 他们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次可能哈马斯的这个人 出来呼吁说全球圣战 我觉得这有可能成为一个trigger 就是他们就说 时间到了 他们可能这个人一提想 他说真主让我听见 他说什么 可能现在就是时间了 那时间到了 他们就会有一系列的精密的计划 那在那个时候 那老百姓就遭殃了 他才不管你是谁 反正都一起去吧 什么那个阿拉爱你 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 就大家一起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千万不要想挑战 就说哈马斯你在哪 你不在洛杉矶 我帮你出来 不要干这种事 就是最近大家避免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其实本来就应该要避免去人多地方 去人多地方 本来就不是很OK的一个 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在人多的地方 经常会有暴乱 或者是你看到很多人 他有这些 比如说拿枪去扫术 他就会选择人多的地方 因为他爽嘛对不对 你上个公园里 你扫半天就扫个松鼠 他觉得没意思 他就要去到人多的地方 而且大家都没有防备的 手无寸铁的地方 那这种人群聚集 不管你说是 那个Farmer's Market 对不对 一堆人在那里走 或者是你有什么一个parade 或者是什么 你在商行里面 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成为 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现在如果说你要Homeschool 你的小孩的话 就是最好的时刻了 因为他们最想要杀的 就是你的小孩 杀小孩是可以最让他们得到 最让我们感到恐怖的一个东西 我没办法想象 我的两个女儿 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 所以说大家要保护自己的小孩 然后可以Homeschool的话 尽量去Homeschool 然后如果说一定要上学的话 叫你的小孩 在学校要注意安全 然后要知道要往哪里跑 Homeschool还是比较安全 因为这个坏人冲到学校里的概率 比冲到你家的可高多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学校就是美国规定的进枪群 对 那里面就是不可能有枪 你在这种时候 你很难想说 门口的保安 可以对一个持枪的歹徒去做什么 他真的去用他自己的身体 堵住枪口去保护这些小孩 或者是你说这些老师等等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如果要是非要去哪里 办事不可 或者要去什么 要很警觉周围的环境 还有发生的事情 现在治安越来越差 很多的时候 那个有人被抢劫 或者是被干嘛的 其实是因为他对周围的环境 没有那么警觉了 就是你在一个 就一个老太太 说买完菜在路上走 然后你就看这个地方没什么人 就那么远远有一个很高大的人 就在那里跟着你 其实在这种时候 你心里会有感觉 就想说这人是谁啊 如果你要是警觉性够高 你大概会可以做出一些 保护自己 或者是防御自己的事情 但如果你看了眼睛 没什么了 只是另外一个人嘛 结果这个人马上就冲出来 那这种恐怖分子呢 大概也是同样的事情 就是比较警觉了 你不要在人很多的地方 或者你过马路的什么地方 你就戴一个什么AirPods 那种除噪音 很强的这种耳机 你戴上了之后 你都不知道身边 你什么也听不到 你就不知道身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要警觉周围的环境 还有身边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这不只是恐怖攻击的时候 才要去做的 就是你平常也要这个样子 我看到很多的人 她那种妈妈 一下车的时候 手上弄个小孩 然后在这边跟老公讲电话 然后到这边找钥匙 各方面的那个时候 歹徒看到你不抢 他什么时候抢你 他不抢你抢谁 我们随时都要警觉 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事物 我们要知道说 有谁在盯着我们看 有没有危险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我知道 小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很难去focus在这么多东西上面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身边的安全 那现在有这个恐怖攻击的 这个威胁的情况下 更是要这个样子 对 还有就是没有枪的 大家赶快去买枪吧 那如果有的人 比如说你有一些 种种方面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身份上的限制 或者等等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不方便买枪 你可以买一些 像昨天我们有讨论到空气枪 泥腕枪 还有散弹枪 之类的 就是这种东西都可以去买 就是你不要说 因为说千好害怕 可是你的确要想到 像这种恐怖分子 他如果要冲到你家里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拿个菜刀 他才不停地讲话来 就给你打死了 他们进去以色列的房子的时候 那些恐怖分子 就空降在那个地方 然后附近的那几家 一家一家进去 然后里面 打死人 打死人 有一家四口的拉出来 爸爸抱着 妈妈还有两个小孩 然后就在那边 打死 然后女的看着抓走 所以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 你要保护你的家人 你有义务要保护你的家人 如果你是女的话 你要告诉你的老公 你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你是这个家的头 你要保护我们才可以 还有就是虽然情绪非常的严峻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很多的时候 打倒我们自己的是 我们自己里面的情绪 打倒我们自己的是 撒旦散播的这种 让你恐慌的情绪 OK 你就像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大家害怕的都是因为那种情绪 那种空气里的紧张感 那种压迫 其实这种东西都已经把你的人 就哪怕你什么事都没发生 基本上已经把你打倒一半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情绪打倒 我们也不要被这种恐慌的环境打倒 你在这个时候是什么 要要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从神那里领受 这样一个坦然无惧的 这样一个心情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宣告神在我们身上的保护 你相不相信神会保护你吗 你相不相信 相信你就要宣告 你就要祷告 而且要祷告神在以色列身上的保护 最近看到很多反游的言论 很多人说以色列不好 所以犹太人该死 或者是这些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 他们是假犹太人 他们是可撒犹太人 所以他们该死 你如果要说做坏事 神没做过坏事 恐怖分子也做坏事 以色列人犹太人有没有做过坏事 都有 你有没有做过坏事 有没有坏事 我们大家都有做过坏事 但是神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采访正经全故事 我觉得他讲的 在节目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现在要祷告的是 让他们认识耶稣 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真正的翻转他们 只有耶稣才是和平之子 能给我们带来保护 如果一方说 我就是要灭绝你这个人种 你说在这里面会有和平吗 不会有和平 那你当一个人看到他冲过来 他就要杀死你全家的时候 你会不会做出防御性的动作 你会不会也想说 那我也要报告你杀我 那我也要杀你 会不会 战争就是这样 你如果通过出来的这些所有的惨状 来衡量谁 对谁错 这里面不会有对错 因为双方都有人死 双方都有 父女儿童死掉 无辜的人死掉 都有 所以我们要宣告 神的保护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也要 为以色列认罪悔改 代求 而且我们也要宣告 神的保护在以色列的身上 然后也要让中东的各个地区 各个国家 让人都能够来认识耶稣 这个才是唯一的解决的方式 所以神告诉我们 告诉很清楚 神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宫内兴旺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以色列人 犹太人 如果你是基督族的话 你会感觉到 你跟他们的关系非常情结 如果你是基督族的话 你会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哪怕他们很多次的悖逆 然后神又拯救 他们又悔改 等等等等 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直都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他们是我们的同伴 在这里说说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你的平安在中间 所以我们愿神的平安 在以色列 在犹太人的中间 所以我们不要 因着我们个人的情绪 或者是我们接受了很多假的新闻 就完全抛弃 神对以色列的心意 完全抛弃 犹太人长子的身份 没有 神都没有弃绝他们 神都没有废除他们 反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信仰 把我们带到一起 让神知道 他是我们所有人唯一的创造主 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是 我们的信仰要必须非常坚固的地方 而且是我们要在整本圣经里面 要找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的地方 我觉得在这种非常基本的东西上面 不能够动摇 尤其是你的态度 或者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 不可以动摇 那我想要说的就是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 如果你只是刚好路过然后来这个地方看到我们在讲这个以色列这个东西 然后哈马斯这个恐怖威胁的话 你要帮美国祷告 你要希望美国变得很刚强 你会希望美国可以抵挡这一切 不要唱追美国 我必须说你如果是台湾人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如果发生什么事 美国可以来救你 你如果在以色列的话 你会觉得说如果发生什么事 美国可以来救你 你在德国 你在法国 你在欧盟 任何一个国家 你会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盟友 他会来救我们 他会为了我们伸张正义 但是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 很抱歉 没有人会来救美国 没有人有能力去救美国 如果今天美国倒了的话 美国就是真的倒了 而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有宪法的国家 现在成为自由的国家 有民主的国家 会一个一个一个被吞噬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请你赶快去认识耶稣 然后请你帮美国祷告 帮美国的 让美国变得刚强 让美国的人可以站起来 帮美国的教会祷告 让美国的教会合一 让美国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的强国 而且负起一个强国的责任 不要被敌人分裂的四分五裂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天要更多的祷告 为以色列来祷告 为美国来祷告 为你自己来祷告 为你的家庭来祷告 那我们也相信 神一定会按照他以前启示的 给以色列的应许 而且向以色列的列祖的话 向雅各发城时 向亚伯拉罕时慈爱 而且一定会将他们的一切罪孽 都投于深海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